再来看到28岁青年农民苏建军 他放弃了百万年轻的科技业返乡务农 短短4年就让大面积的租地长出了非基因改造的大豆 他希望随着农地面积和产量增加 让国人可以少吃进口的基改大豆 农粮熟今年推动活化修根地政策 鼓励农民转做进口代替作物 28岁青年苏建军返乡务农 短短4年苏建军让大面积租地种植非基改大豆 希望随着面积和产量增加 让国人减少吃到进口基改大豆的机会 台湾人现在大部分都是使用基改的大豆加工品 那基改大豆其实在东南亚 在中国 在日本 在欧盟 都是不会拿来被人类使用的 那我觉得台湾人不应该吃到这样子 对健康还有疑虑的农产品 国内生产的大豆 他收获以后就会进农产库 农产库以后要包装的时候再拿出来 所以说他那个豆子很新鲜 大学念的是电机相关科系 但苏建军却毅然决然决定转业当个农夫 他运用科技改善管理 希望能复苏国产豆类杂粮的产业链 联邦报侯丽安台北报导 这种农产 此致 在农产 我 侍